开心再次做客66书友会 今天给大家解读的是 《穷爸爸富爸爸》系列第二本书 《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 这本书毫不夸张地讲 它改变了周老师的命运 它帮助了周老师 从一个义无所有的人 到今天义无所缺财富自由 所以今天我们要走进 《穷爸爸富爸爸》第二本书 《财务自由之路》 在讲这本书之前 我要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 其实这本书是一个课程 是当年青旗开培训公司的一个课程 而且周文强老师曾经做过 大陆的第一个学员 上过这个课程 当时这个课程在美国 是卖两万美金的 那么当青旗实现财务自由以后 他把培训公司关掉了 转型成为了出版公司 把自己最贵的课程 全部变成了书籍 而这本《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 就是他当年两万美金的一个课程 所以这个书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在第一本书里面 给大家解读过 《穷爸爸富爸爸》 第一本书给大家解读过 这本书让我们生起了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叫财富自由 那有了梦想去干嘛呢 不是去行动 而给自己设计划 那财富自由的计划是什么 如何去财富自由 在这本书里面 他详细的 就是清奇先生详细的 给我们讲到了 如何通过这本书的指导 让我们能够获得财富自由 这本书有三部分所组成 那么第一部分呢 主要讲的是 现金流的向线 那清奇先生认为 这个世界上 只要跟钱打交道的有四种人 那么他把人分为四种 一SBI 现金流四向线 那么分别介绍了 一向线 S向线 和B向线 I向线的区别 然后也讲了我们 如何能够从一向线 到S到B到I 然后呢 第二部分就是 做最好的自己 教你如何从左边进入右边 然后第三部分 教你如何行动 如何能够成为成功的B和I 那么首先 这本书是有一个故事开始的 这个故事在书中 清奇先生讲过 他说是这个故事 引领了他 让他能够一步一步的 获得财富自由 那么这个故事也是一直在鼓舞着周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解书也从这个故事开始解 那书中这个故事是这样叙述的 说是有一个村庄啊 非常美 那这个美丽的村庄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缺水 然后村长呢就选择了两个人来问这些村民们这个解决水的问题 那么其中有两个人 第一个人 他接到了这个命令以后呢 很兴奋啊 拿了两个桶 然后呢 就是从三下 然后担水 然后担到这个村庄里面开始卖 然后呢 赚了很多钱 第二个人 接了这个订单以后呢 就消失了 消失以后 他就干嘛了呢 他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 去到城里面找了四个投资者 这四个人给他投的钱 然后呢 他拿了这四个人的钱 开始组建了一个这个施工队 开始打井 开始给各家各户免费的装上这个自来水管 然后呢 这个第一个人啊 他担水赚了很多钱 但是很辛苦 而且这个从山下担到山上 然后呢 不是每天都供应的啊 周六周天他也要休息 然后虽然雇了很多员工 但是也很辛苦 也很累啊 而且工会经常查他 所以这个员工周六周天都不能上班 所以他很辛苦 虽然声音很好 但是当这个第二个人自来水管建立好以后 这个人就说了一句话 今天免费给你们安装 我的水费比他便宜75% 而且又干净 而且24小时 讲完以后 97%的村民都选择了第二个人 所以从此以后 第一个人很辛苦 要自己担水 因为他顾不起雇员了 然后呢 每天都很辛苦担水 每天都很辛苦担水 而第二个人躺在家里睡大觉 当别人的水龙头打开的时候 那个钱就是流进了他的口袋 而且当这个人赚到钱以后 这个人就拿了这个钱 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村庄需要自来水管道 隔壁村肯定也需要 他就拿自己的钱 跑到其他村 也开始打井 给别人 这个装自来水管道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是讲了什么 这个故事其实里面有四种人 第一种人叫做雇员 什么是雇员 就是一辈子要为别人工作 当你停止工作就没有钱了 就说明你是个雇员 你是个员工 然后第二种人叫小老板 那么这个 小老板就是你自己为你自己干 你停止工作了 你也没有钱了 所以不管是第一种人 还是第二种人 你只能赚取一种收入 叫做主动收入 那么我们读过 穷爸爸父爸爸第一本书都知道 那么财商将我们人类的收入方式分为两种 第一种叫主动 第二种叫被动 主动收入如工资收入 劳动收入 非要干才有的收入 叫主动收入 而97%的人只有主动收入 而3%的人有被动收入 什么叫被动收入呢 不需要你干 躺在家里睡 就有钱进你的口袋 如房租 我们租房的时候 房东不管上不上班 咱们都要付房租给他 那房租对房东来讲 就是被动收入 所以 这个 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第二现象 叫做B相线和爱相线 B相线就是企业家 你不用工作了 有员工为你工作 那么第四相线叫爱相线 爱相线就是让钱为你工作 也就是说 在刚才这个故事里面 存在了四种人 那第一种人就是 给第一个人打工的那些雇员 就是雇员 一相线 第二种人就是第一个 签了代理协议的这个人 每天担水的这个小老板 第二种人 第三种人就是 第二个人 当他拿了代理权以后 去找人融资 他变成了企业家 那第四种人就是给他投钱 只投钱不干活 那四个投资者 所以只要你跟钱打交道 你都是ESBI 现金融四相线的其中一种人 那么97%的人都在左边 E相线或者S相线 而3%的人在右边 B相线和I相线 所以3%的人掌握了这个世界上 97%的财富 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个相线图 我们就要问这一个问题 我是在辛苦的单水 还是在建立自己的自来水管道 换句话讲 如果你今天工作很辛苦 而且一旦停止工作就没有收入了 证明你在单水 你在左边 你在左边的向线 如果你今天停止工作以后 你还有很多钱进口袋 说明你在右边 你进入了B相线和I相线 在父爸爸第二本书 财务自由之路里面 这个清奇先生给财富 真真正的做了一个定义 什么叫财富 财富不是说你赚了多少钱 而是当你停止工作 还能够活多久的天数 如果你现在存款只有9000块 然后如果你一个月就要花3000块 那么相当于 其实你的财富是三个月 但是今天李嘉诚停止工作可以活多久 马云今天停止工作可以活多久 是可以活永远 也就是当你的被动收入 大于你支出的时候 你就财富自由了 举例说明你在深圳 有房有车 每个月开支 家庭2万块 如果你有一种被动收入的通道 那么每个月有将近2万块以上的收入 刘吉吉的口袋 恭喜你 你就财富自由了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这个清奇先生讲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 自己当年一无所有 创业失败以后呢 不想再打工了 也不想做小老板了 他渴望能够创造一道系统 创造一个企业 让自己直接从左边进入右边 而这个时候 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 他们没有饭吃 只能住七十个旅馆 而这个时候 他所有的朋友都建议他说 清奇你们这么好的学历 你跟你老婆随便去找份工作都有钱 但是这个时候 清奇做了个决定 他告诉自己说 我不能去 如果我去了 我接受了工资 我就永远会做一个雇员 所以他虽然整整一年时间破产 但是这一年 他都没有去找工作 他这一年给自己做了个决定 那就是我一定要去到右边 我一定要从E向线 S向线到B向线到I向线 我才能够财富自由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影响特别大 也是因为读了清奇这个故事 所以周老师毅然的决定要辞职创业 周老师当年在做房地产打工的时候 收入也很可观 一年也能赚几百万收入 但是那是主动收入 我干就有钱 我不干就没钱 所以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 我做了个决定 我一定要去到右边 我一定要创业成为企业家 我一定要成为投资家 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拥有被动收入 那如何从左边到右边呢 这本书里面讲到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首先它讲到了E向线 S向线和B向线 I向线的区别 那么如何从E向线到S到B向线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就是你首先要了解每个向线 我们为什么会进入不同的向线 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 我们的观念不同 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 所以到最后我们被吸引了不同的向线 比如E向线和S向线想要的是什么 安全 穷人都认为找份工作是最安全的 但是当你要安全的时候 你就会失去自由 而真真正正的安全 其实并不是在左边 如果你今天工资很高 但是不好意思 你能保证你一辈子都有这种体力 和这种技能来承担这份工作吗 假设你工资破产了 假设你今天身体不足以支撑你这份工作 不好意思 你左边再高的时候 瞬间都会变成零 当你变成零的时候 你的账单还有 你的支出还在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破产 所以清奇告诉我们说 真真正正的安全 在右边不是在左边 我们要想方设法 从E到S到B到I 那么每一个向线都有不同的人 一向线 什么是一向线 那就是雇员 为别人工作 叫做雇员 只有主动收入 第二种向线叫做S向线 自由职业者 小老板 如果你今天是个小老板 你每天要工作上班 你的企业才能盈利 不好意思 说明你还在左边 那么第三种线叫做B向线 企业家 企业主 那么衡量S和B向线 最大的区别就是 S向线的老板 离开企业一年 企业就倒闭了 而B向线的老板 离开企业一年 企业做的会更好 所以你是B向线的企业主吗 你只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可以了 你离开你的企业一年 你的企业还在吗 你的企业还能盈利吗 其实当我们问完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中国97%的老板 看似有钱 但是其实是S向线 是在为自己工作 B向线是为别人工作 S向线是为你自己工作 总而言之 你必须得工作 所以S向线 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累的向线 那么B向线就是企业家 让别人为你工作 你拥有了一套系统 你自己可以不用工作了 你只要请人来帮你工作就可以了 那么爱向线就更厉害了 爱向线叫投资家 你不需要工作 你什么都不需要干了 你的钱在帮你工作 叫钱生钱 那么只有在爱向线的时候 你才能够获得真真正正的自由 当我们看完这张图有 很多人会说 哇 我在一向线怎么办 不要担心 前天下所有的人最开始 都是在一向线开始的 李嘉诚先生最早也是在饭店上班的 马云先生最早也是在学校教书的 所有的人最开始都是一向线 包括周一向老师 以前也是个雇员 但是当我知道了这个向线图以后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必须要创业 我必须要实现财富自由 我实现财富自由 就必须要拥有备动输入 我要拥有备动输入 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创业成为企业家 第二投资成为投资家 所以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我创立过房地产公司 我创立过金融公司 我今天创造自己的培训公司 自己的互联网公司 自己的直播公司等等 其实都是为了拥有备动输入 都是为了让自己 从左边进入右边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 被吸引到不同的向线呢 那么穷人和富人 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 第一条叫收入方式的不同 那么我们在左边 只拥有主动输入 只有在右边才有备动输入 而拥有主动输入 赚钱方法会更简单 所以多数人会选择 被主动输入所吸引 所以一辈子变成了一个雇员 一辈子变成了一个小老板 一辈子都出不来 那么第二种 穷人和富人第二个区别是什么 支出方式的不同 穷人不敢花钱 攒钱越攒钱越少 而富人敢花钱越花钱越多 在富爸爸这本书里面 其实作家在教我们什么 在教我们花钱 在教我们花钱买什么 花钱买资产 穷人花钱买负债越买越穷 富人花钱买资产 越买越富 那么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 就是花钱方式的不同 那么在这个ESBI现金路图的象限里面 还讲到了一个东西 那就是财商的第四个技能 叫做财务 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两张财务报表 第一张财务报表叫做资产负债表 第二张财务表叫现金流量表 书中 清晰先生用大篇幅在给我们描述 到底什么是资产 他告诉我们说要想财富自由 必须要给这四零计划 那财富自由的计划是什么 财富自由的计划就是不断的增加资产 不断的减少负债 当你不断增加资产的时候 就是在不断增加你的倍动收入 当你在不断减少负债的时候 就是在不断减少你的支出 那总有一天你的倍动收入会大于支出 你就财富自由了 那什么是资产 在这本书里面 富爸爸给了明确的定义 什么叫资产 不需要你工作 就能把更多的钱 装进你一口的东西叫资产 那什么叫负债 不需要你工作 就把你的钱从一口的掏出去的叫负债 那么讲完这个定义以后 很多人是懵的 很多人是懵的 举例说明 那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 黄金是资产还是负债 钱是资产还是负债 孩子是资产还是负债 公司是资产还是负债 汽车是资产还是负债 股票是资产还是负债 在书中 富爸爸曾经问过亲戚这些问题 今天这个问题我也问给你们 那这些东西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呢 很多人会说 房子是资产 黄金是资产 企业是资产 有人又说黄金是资产 黄金是负债 股票是负债 回答通通错误 这本书里面讲到了 什么是资产 今天你炒黄金赚了 黄金就是资产 今天你炒黄金亏了 黄金就是负债 买房子赚了 房子就是资产 买房子亏了 房子就是负债 你培养一个孩子 未来很会赚钱 很孝顺你 这个孩子就是资产 你培养一个孩子 将来还要啃老 那这个孩子就是负债 换句话讲 你能手上的那些东西 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跟那些东西本身没有关 只跟一个东西有关 跟你自己有关 这本书里面讲到 人类的唯一资产 就是我们的头脑 即思维方式 即财商 你的头脑经过训练 财商提高了 所有东西在人手上 都是资产 你的头脑没有经过训练 财商很低 所有东西在人手上 都是负债 周老师第一桶金 是靠炒房子赚的 周老师每年炒房子 每年最少运用 几百万的现金流收入 但是很多炒房子 每年都在亏钱 为什么 周老师太太 杨龙英老师 这个特别会炒股票 然后呢 每年在股市里 也能赚几百万的 并重收入 那很多人在股市里 是每年都在亏钱 去年股债 他还赚了很多钱 那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我们懂得投资 周老师看完 穷爸爸 富爸爸的书籍以后 我就做了个决定 未来房地产 一定是资产 那么穷爸爸 富爸爸 第三本书叫投资指南 是直接教我们 如何投资房地产 和投资证券的 所以周老师 看了那本书以后 就做了个决定 我卧底中国最大的 房地产公司 这种八年 学习怎么炒房产 因为我学了 我懂了 所以房产在我手上 才是资产 我让我的太太 卧底中国最大的 这个证券公司 学习怎么炒股票 说卧底 其实是开玩笑的一种形式 就是我们在那边上班学习 我们上班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学习 当我们会了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投资房产很简单 投资股票很简单 记住 凡是会就很简单 凡是不会就很难 凡是学过就会 凡是没学过就不会 我们在书中 傅爸爸讲到 我们的头脑 就是我们最大的资产 那如何能够 让你的头脑变成资产呢 请起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 两个字 学习 必须要懂得投资 必须要懂得学习 必须要懂得出去学习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财商 那么 这个 这本书里面 财商教育 将世界上的教育 分为三种 第一种叫学校教育 提高智商 第二种 技能培训教育 提高情商 第三种 财商教育 提高财商 学校教育 提高智商 但是不好意思 今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不一定是最会赚钱的人 智商让你聪明 但是不能让你富有 情商让你学会 为钱工作 变成钱的奴隶 而只有财商 能够能够成为钱的主人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 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中国 我们知道了 ESBI 现金融四项线 我们知道了 一定要创业 一定要投资 才能改变命令 但是我们很多人 不敢去创业 不敢去投资 为什么 因为很多学生告诉我 老师 创业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在中国十创九亏 谈到投资 十投九亏 为什么在中国 创业这么难 投资这么难 为什么在美国 创业成功率那么高 人均创业率 是中国的80倍 纳斯达克 上市公司 中国2.5倍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 97%的人 穷其一生 都在接受第一种教育 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培养雇员的 我们在学校里面 老师会告诉我们一个永鸿边的成功法则 好好上学 将来找份好工作 让你出去做雇员 意义上天 还有20%人在接受第二种教育 叫做技能评议教育 然后学开车 学律师 学英语 学厨师 学会以后呢 找一个工作 最多就是做一个小老板 所以在中国 我们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学习终生结束 而在国外 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学习刚刚开始 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在美国最大的培训公司 是做财商教育的公司 你走到美国的航班 走到美国的地铁上 每个人手上都拿一本书 投资理财的书 人人都在学习 而在中国我们走在地铁上 走在走在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航班上 飞机上 我们所有人在玩手机 在玩游戏 为什么当张一帆老师说 创立666书友会这个平台的时候 周老师非常支持 因为我希望这个平台 能够唤醒更多人 爱学习的这个技能 爱学习 爱读书的这个技能 阅读使人进步啊 而且还有 我再次声明一下 我们666书友会 跟其他所有的读书平台 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他读书平台是告诉你 读书太辛苦了 我跟你解完以后 你就不用读了 而666书友会的终止是什么 第一 我们只推荐改变我命运的书 第二 听完我解书以后 不是不去读书了 而是听完周老师解书以后 更一定要把这本书买回家 认真的看 最少要看三到五遍以上 这本书周老师看了多少年 我看了整整17年 我看了整整17年 让我成为一万丰 财富自由 如果看一本书 让你看完以后 就能变成亿万丰的话 这本书一定要看 这就是666书友会这个平台 跟所有平台最大的区别 听完我讲书 知道了这本书 应该怎么去看 理解里面的东西 一转身为自己所用 而不是听完我们的解读 就不去看书了 这才是重点 所以在中国 你们知道吗 我们中国最大的 社会的培训公司是什么 南乡技校 新东方烹饪学校 从南乡技校出来以后 学了一本本艺 手艺开挖土机 出来就找份工作 开挖土机 挖了一辈子 还是挖土机 买了台挖土机 继续开挖土机 所以第一种教育 和第二种教育 都是教你怎么在 左边做穷人的教育 最多就是 做一个高级雇员 做一个小老板 S 而只有财商教育 是教你如何成为 必象限企业家 和爱象限投资家的 那这本书里面 讲到的第二部分 就是教你 如何分清楚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那么这本书里面 讲到了一个财务报表 什么报表呢 就是资产负债表 和现金流量表 资产负债表 和现金流量表 这个表 大家是必须要会看的 审议表 资产负债表 还有现金流量表 必须要会看 如果玩过 这个现金流游戏的人 都知道 这个财务报表 一个老板 必须要懂得看财务报表 那什么是资产表 资产表就是 你的资产表 直接增加你的收入 你的负债表 直接增加你的支出 所以要不断的增加资产 不断的增加负债 那什么是资产 这本书里面明确讲到 你的头脑 才是你的资产 你的头脑 没有经过训练 你手上的所有东西 都是负债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钱是毒品 这本书里面 副方法直接写到 钱是毒品 钱是负债 我不管你哪的是美元 还是欧元 还是人民币 只要你把货币拿在手上 它就是在贬值 永远记住 穷人是把钱存银行 而富人把穷人的钱带出来 开家公司 请穷人为他工作 所以富人永远不会 把这个钱存银行 富人一定是把这个钱花出去 花出去买什么 买资产 记住 钱叫做流通货币 钱的唯一作用就是 购买资产 产生现金流 如果你的钱 不能购买资产 如果你的钱 不能产生现金流 那你的钱就是死钱 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钱花出去 花出去干什么呢 花出去买资产 我们在这个穷巴巴巴巴巴 第一本书里面 又讲到 这个世界上 只有五种资产 第一种资产 叫企业 可以自动化运营 并且为你带来 正向运动的企业 未来一定是企业投资 股权投资的时代 这是不用说的 那么第二种资产 叫做不动产 房产永远是最好的资产 那是不用说的 不管在什么年代 房价上涨跟下跌跟你没有关系 我觉得在这里面 当清奇讲到了他第一次投资房产的经历 他本来要买一个房子 结果被他父爸看完以后 父爸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投资 他说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我了 这个房产未来会升值 然后父爸在书里面 把这个清奇给痛骂一顿 父爸说了这么一句话 记住 你可以去听选别人的建议 但是永远不要听一个 他自己都不是投资者的建议 他只是个顾问 他都没钱买房 你听他建议干啥 然后而且这里面讲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投资理念 那就是你投这个项目赚不赚钱 不代表他未来涨了还是跌了 在你投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这笔投资到底是赚还是赔 这句话非常厉害 也就是说买房子最重要的 看的不是他未来能否上涨 因为不好意思 能否上涨我们都不知道 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我今天买了这个房 我这个房子能够把它租出去 我的租金大而越购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房产就是我们的资产 所以清奇就是因为跟富宝学会了如何投资房产 所以他大量的构金房产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 清奇取了N多的案例 教我们如何投资房产 如何把房产变成资产 那么第三种资产 有价证券 股票 金融 证券 保险 这都是资产 第四种资产 专利权 著作权 第五种资产 可以流通保值升值的物品 那么这个我们在穷罢富罢第一本书里面讲过 在这里不多讲 反正在这里只给大家讲一个罪状的核心 那就是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一定要搞清楚你的钱 在你的口袋的就是负债 当你搞清楚这个以后 你就明白了 必须要拿钱出来 学会投资自己 学会投资企业 学会投资成为一个投资者 学会让自己从E向线 然后从S向线到B向线和到I向线 当你懂得了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这本书什么都没教给你 只让你生起了一个梦想够了 这本书当年周老师一无说 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生起了一个梦想 四个字财富自由 当我看完ESBI先进入四项线的时候 我看完财务自由之路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我死到死在右边 我一定要成为企业家 我一定要成为投资家 所以我现在开创了自己几十家公司 我每家公司带来的备中收入 都远远超过我的支出 所以周老师在25岁就能够实现财富自由 全部都是因为这本书 而且这本书详细地告诉我们了 要想成功 第一条 亲戚说要生起一个梦想 那个梦想就不用说了 四个字财富自由 第二要大量的学习 而且要找一个导师 找一个你心中的偶像跟他学习 亲戚的导师就是傅爸爸 那周老师的导师就是亲戚 亲戚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你们知道周老师读这本书是怎么读的吗 很多人都看了傅爸爸这本书 但是人生命运没有发生改变 为什么周老师看完这本书以后 就直接财富自由 变成亿万富翁 很简单 因为我读这本书跟你们读这本书完全不一样 首先第一 《穷妈妈父母法》的第一本书我亲手抄了八遍 第二 《父母法》系列所有书籍我全部买回家全看完了 第三 我不是在读这本书 我是在读这本书背后的秘密 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 清奇先生讲到一个重点 那就是一定要寻找一个导师 要想财富自由 必须要学习 而且要寻找一个导师 有了导师指引你 你才不会迷路 我把《父母法》系列十几本书看完以后 你们知道我做了个什么事情吗 我拿了一张白纸 我把清奇先生从九岁 十岁 十岁 十一岁 十二岁 十三岁 十四岁 一直到四十五岁财富自由 把他所有的经历全部写了 出来 九岁的清奇在做什么 十岁的清奇在做什么 十一岁 十二岁 那怎么样去算出来的呢 我举个例子啊 这本书里面有讲到 这个1985年 我和我的妻子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 我们失业了 只有很少的积蓄 信用卡也透支了 我们住在了一辆棕色的旧丰田车里 拿后座床椅当床 一周以后 我们沉浸于思考我们是谁 要做什么 要去哪 这些残酷的现实问题 这种无家可归的情形 我们延续了两个礼拜 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 给了我们安排一个地下室的房 我们在那里住了整整九个月 所有的朋友都建议我们出去找份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出去找份工作 我们永远是个异乡间的雇员 我们在想方设法打建一套系统 打造成一个企业 让我们瞬间拥有病毒素 成为一个弊乡间 1985年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日期 清旗无家可归 我就把它写上 那当这里又写到了 1989年 我们成为了百万富翁 1994年 我们终于财富自由了 那这一年 我的妻子37岁 我47岁 那这里的时候 我就可以减了 1994减去47等于多少 就得出了清旗那一年 他是47岁吗 那这个1989年 清旗成为百万富翁是多大 那我很简单啊 对不对 我就用1994减去1989 然后得出个数字 用47减去这个数字 我就算出来 清旗1989年 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 年龄是多少 然后我又能算出来 1985年 清旗无家可归的时候 年龄是多少 反正就是周老师 做了一张表啊 把清旗哪一年做什么 哪一年做什么 我全部列到表上 清旗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清旗开培训公司 给别人讲财商 我也开培训公司 给别人讲财商 清旗 然后退进江湖了 然后开始这个写书 住书 立说 我也住书 立说 清旗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到最后的结果 我就达到了清旗的状态 清旗47岁 才不自由 周老师 25岁才不自由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导师 那怎么寻找一个导师呢 在本书的第二章里面 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他讲出了一个公式 叫做成为 做 做 拥有 本书的第二部分 叫做做最好的自己 这里面 三章 连续三章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讲了一个公式 叫做成为 做拥有 说实话 我在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没有看懂 我在第二次看的时候 也没有看懂 这本书我看了五年 我都没有看懂 说实话 真的没有看懂 我不明白什么叫成为 做拥有 这本书里面清奇明确跟我们讲 当我们知道 ESBI新一路四项线的时候 不是要马上去创业 不是要马上去行动 而是要干什么呢 先问问自己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说 你能否成功 不是你做的问题 而是你成为的问题 就是我当时真的看不懂 在说什么 直到 周老师遇到了 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贵人 朗达白恩 他拍的那部秘密 那本书上周老师彻底打开 所谓的成为做拥有 其实说白了 就是宇宙心理法则 什么是成为 我们很多人想成功 然后呢 就要去按照成功的方法去做 我们也很努力 但是就是没有成功 但是为什么清奇可以成功 很简单 他告诉我们说 要想成功 不是说去做 而是要先让自己表现的自己 已经成为成功者了 再按照成功者的思维去做事 然后到最后的结果 你自然而然就会拥有成功者的财富 成为做拥有 说白了就是宇宙心理法则 你想成为百万富翁 首先你把自己当成 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叫做先相信后拥有 只有你把自己当成百万富翁以后 你按照百万富翁的思维去想 按照百万富翁的思维去做 到最后你就拥有百万财富 那么当然了 下次有机会 我也会给大家解读秘密的时候 会专门给大家讲这个公式 成为做拥有 其实再说句不好听点的 清奇也知道秘密 如果清奇不知道秘密 他不可能成功 全天下所有成功者都知道秘密 成为做拥有 你们一定要记录这个公式 而且在本书的第二部分 清奇用了大量的案例来讲 什么是成为做拥有这个公式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就是本书的第二章 然后第三章 如何成为成功的B和I 也就是如何成为成功的 企业家和投资家 今天哪怕你一无所有 只要你有一个梦想 只要你有这个目标 你一定可以成为 因为当年周老师看这本书的时候 也跟你一样一无所有 因为当年清奇在第一次学B和I 象限支持的时候 他跟我们也一样 也一无所有 所以如何成为呢 清奇讲到 要小步迈进 什么叫小步迈进 不要想一步登天 这个世界没有人 谁能够一步登天 小步迈进 哪怕你看完这本书以后 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只卖出小小的一部分 都比你只看完这本书 往强调一声强 都比你今天我们听完我们这个节目 然后一关结束了 记住 周老师和你们最大的区别 就是一个决定 清奇讲到一个人要想成功 第一个就是拥有梦想 第二个就是不断的学习 找一个导师 第三个就是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因为只有你做了决定 他会去行动 第四步就是行动 然后清奇讲到七步 七个步骤 让你从一个普通人 变成一个企业家 变成一个投资家 第一步 要考虑自己的事业 你关注收入表 不好意思 那是别人的事业 那是你老板的事业 你关注支出表 你关注的是政府的事业 你关注的是 你如果买苹果手机 你在关注乔布斯的事业 你如果买万科的房 你在关注王石的事业 那么如果你关注负债表 那你关注的更是商家的事业 只有资产表才是你的 那是你的事业 也就是说 只有你自己的公司 能够为你带来备动收入的公司 才叫做资产 所以从今天起 开始关注自己的事业 只有你的事业 才能够让你财富自由 如果你停止工作了 你就没有钱了 那证明那只是一份工作 那不是你的事业 只有事业 能够带来备动收入 第二步 控制你的现金流 不是不让你花钱啊 付爸爸交给清奇 一个非常重要的花钱理念 那就是延迟享用 延迟享用 我在深圳创业 我见证了太多深圳这边的奇迹 那么温州人 潮州人 他们就是做这个决定 要延迟享用 有钱的时候呢 不是先买个车 你看穷人 有了钱买个车 完了负债 但是学过财商的人 有了钱先买房 而且房子买了以后 不自己住 租给别人住 收租金 这就是有财商的人啊 很多很多潮州人 都是这样的 然后控制自己的现金流 如果你不是说 不让你去玩 你也可以买负债 但是如果你要买负债 一定是你已经有资产了 也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负债 是有资产的 费动数可以为你支付的 你才有资格去买负债 比如说周老师 要买一台跑车 那我怎么买一台跑车呢 我的房子 每个月带来的现金流 远远超过我的支出 那这个时候 我用我房子赚来的钱 来给我买跑车 第三步 了解风险和冒险的区别 这步非常重要 这步非常重要 很多人不敢创业 不敢投资 你们认为创业投资是冒险 我告诉你们 你在公司上班 才叫做最大的冒险 你自己开个小企业 一辈子不敢放钱 这才叫真正的冒险 你在用你的命冒险 而那些企业家和投资家 只是在用钱冒险而已 所以要了解 风险和冒险的区别 而且真正正的风险来自左向线 而不是右向线 在左边的越成功越辛苦 而且一个金融危机 就有可能让你失业 你这辈子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有可能你身体不行了 你失业不了那个工作了 你瞬间你学了三十年的技能 全都没有了 而只有右边 越成功越轻松 第四步 你要决定你成为哪种类型的投资者 你是在为差价投资 也就是用财商的话 你在为资本利益而投资 还是为现金流而投资 如果你只是把这个房子卖了 赚差价 不好意思 你不是一个非常顶级的投资者 那些顶级的投资者 永远只投资现金流 永远只投资有现金流的物业 因为他知道未来房产 不管跌还是涨 他都能赚到钱 因为那个才叫备用收入 我记得周老师 在做房地产经济人的时候 我在福田中心区卖房子 福田中心区 乃至整个深圳最高端的写字楼 叫做卓越市集中心 有一个业主 在我手上买了一整层18楼 一整层是他买的 他买完以后从来没想过卖 不管多高他也不卖 为什么 他每个月收租金都能收到 将近四五十万五六十万 现在也将近一百多万租金了 每个月收租金收一百多万 我把房地卖掉干嘛 我每个月收一百多万的租金 我想怎么花都怎么花 我到老到死 我的孙子孙女都能花这笔钱 所以这才叫明智的投资者 所以明智的投资者永远问的是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地块 未来会生殖怎么样 那个看不到 你就告诉我现在 投资回报率是多少 然后你要成为哪种类型的投资者 这书中把投资者分为了很多部分 好好去看 第五 就是寻找一个导师 寻找一个导师 寻找一个导师太重要了 那个导师就是你的榜样 叫榜样的力量 必须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导师 清奇的导师就是父爸爸 周老师导师就是清奇 那你也可以把周老师成为你的导师 也有机会走进我们666宿友会 线下活动 也有机会走进周老师课程现场 亲自面对面跟周老师交流 那么周老师做培训七年 我创立新思想 整整七年的时间 这七年 几十万人走进周老师课程 无数人成为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财富自由 太多了 就是因为他们把周老师 当成了导师 所以当他们在人生 最明朗最痛苦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到新思想 把周老师当成偶像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把马云 马化腾 石一柱 郭台铭 王永庆 这些人当成你的导师 反正你必须要给自己 找一个导师 找到这个导师以后怎么办呢 要把他所有书籍全买回家 要把他所有视频全看完 要走进他 如果他有课程 赶快去他课程现场 一定是这样 周老师就是 上了清奇的课程 当年我上清奇课程的时候 说实话 一无所有 学费都是借的 那都是刷五张信用卡 但是他是我的偶像 他是我的导师 我一定除了看他的书以外 要走进他的课程现场 一定是这样的 你们不知道 周老师是这个清奇先生 大陆第一批的学员 那当年我上这个课五万九千八 那五万九千八 对当时的我来讲 那几乎是天下荡产 我当时在工地上班 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 几百块钱 那不是开玩笑 周老师当年一无所有 就是因为把清奇当成导师 所以我才有了今天 我才能够财富自由 今天周老师和市面上 所有培训老师都不一样 所有的老师 他是不得不讲 因为他是主动收入 而周老师放弃培训 不讲课 我放下麦克风 我依然可以潇洒到老 因为我不缺钱 因为这只是我的 这只是我的一种收入方式而已 所以我和所有的老师都不一样 那就是因为我学了财商 说实话 不是说其他老师不好 所有的老师都好 可能别的老师 能让你从零到一 但是财商能够让你 从一到一百到一千到一万 而且如果你没有学财商 我就做什么 真的是这样 然后 第六步 将失望转化成力量 清奇 讲得太好了 说成功 交不给你什么 只有失败才能教你更多 所以把失望转化成力量 周老师也曾经历过无数失败 周老师创业也曾失败过 清奇曾经也曾失败过 但是我们每一次 会把失败转化成我们的动力 我讲到这 我都想到了一个故事 是清奇先生 在讲课的时候 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 能够一瞬间 帮你们把失望转化成力量 这个故事是这么讲的 有一个农夫 牵那个毛驴去赶集 太晚了 然后走到路上的时候 马路踏方了 毛驴掉进去了 掉进去以后 这个农夫就想把这个毛驴救上来 劳了半年 劳不上来 农夫心很散 幸好掉下这毛驴 如果把人掉下去 那人不摔死了 咋办呢 既然这个毛驴已经掉 已经救不出来了 把这个坑埋住吧 以防等一下晚上 有其他行人再掉进去 农夫就开始拿那个土 埋那个驴 正在编埋的时候 刚开始那个驴 偶尔叫要活埋它 偶尔叫 结果过了一会儿 驴不叫了 农夫很奇怪 怎么不叫了呢 那个农夫 这驴是不是淹死了 然后这个农夫就伸头看了一看 发现 好像这个驴离地面越来越近了 怎么回事 而且它们又被淹到 然后这个农夫继续埋土 我看看这个毛驴到底是什么情况 把土埋到驴身上 他发现这个毛驴做了一个动作 抖抖尖踩踩踩脚 抖抖尖踩踩脚 抖抖尖踩踩脚 结果过了不到半个小时 整个坑埋平了 而毛驴奇迹般地浮出了地面 泥土 那个泥土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它可以淹没你 活埋你 同时也可以垫高你 所以周老师在遇到任何困难和挫折 失败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 周文强 难道你连一头毛驴都不如吗 从此以后我只要想过放弃 我就会想到那头毛驴 做一个动作 抖抖尖踩踩踩脚 把困难踩在脚下 今天我遇到的所有困难和挫折 都是为了垫高我 都是为了让我明天能够茁壮成长的肥料 所以将失望转化成力量 没有一个比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 从失败当中我们只能学到智慧 那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 想想那头毛驴吧 抖抖尖踩踩踩脚 这个世界没有失败 只有一种失败叫放弃 财云周老师讲 没有失败 只有暂时停止成功 你只是暂时停止成功了 只要你继续前行 成功一定属于你 所以清旗也是上了成功学 励志学的 什么课都上清旗 第七步 最后一步 信心的力量 一定要有信心 周老师在西马拉雅 录了一个视频 你们有时间可以去西马拉雅看一看 叫做相信相信的力量 我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见过一个不相信自己能成功的 我从看完《复发》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得出个结论 清旗可以财富自由 我也一定可以财富自由 就是这份相信的力量 支撑了我走到今天 清旗可以47岁财富自由 我要35岁实现财富自由 爱老师的表现就是超越老师 到最后的结果 周老师25岁实现财富自由 变成亿万富翁 我可以 你们都可以 真的是这样 相信相信的力量 喜马拉雅你们好好听一听 听完以后 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相信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在E向线 都曾经在S向线 但是有人可以从E向线到B向线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有人可以从B向到I向线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今天周老师做教育培训 我的公司靠我讲课才有收入 我不讲课都没有收入了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从创业新思想的时候 我的公司不叫周恩强成功培训机构 我的公司叫新思想平台 新思想集团 换句话讲 我的梦想是新东方 像于敏洪先生一样 他最开始需要自己讲 现在不需要讲了 成千上万个人在帮他讲 他获得了财富自由 所以我的梦想 是把新思想达成全中国最大的财商平台 让所有懂财商的人 都能够在这个财商上分享 而周老师不是这个台上的唯一讲师 到现在为止 整个新思想集团已经培养了几十个导师 周老师停止工作 新思想还可以正常运营 这就是我在创业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 我这家公司能走多大 到底是一个S型的企业 还是一个B向型的企业 那么什么是投资家 那就是当于敏洪今天财富自由 有他在干什么 在投资啊 都在投资啊 今天你做的行业 跟你做的职业 跟你在左边还在右边 一点关系都没有 很多人说老师我做的行业 决定我只能在左边 不是这样子的 我是一个医生 请问一个医生在哪个向线 很多人说 一向线S向线 我告诉你统统说 我一个医生可以在任何向线 一个医生可以在一向线 我毕业以后可不可以医院上班 我去医院上班做雇员 做一个医生 可以吧 一向线 我毕业以后可不可以开个诊所 叫周文强诊所 这座组织生 S向线 小老板自由接着 我毕业以后可不可以开一家医院 叫新市场医院 请别人帮我进行管理 当然也可以了 B向线 我毕业以后可不可以去投资房产 投资股票 投资证券 投资别人的医院 I向线 你做的行业 跟你在左边 还在右边 没有一点关系 我不管你是谁 你们行一定有四种人 有人在左边 有人在右边 所以看完 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 给自己升起一个决定 死都要死在右边 一定要从E到S到B到I 首先要标出自己现在的位置 知道自己在哪 还要知道自己 未来想去哪 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和梦想 今天我们都看过 环渡格格 很多人都认为 你看赵薇当年很火 今天不火了 范冰冰比他火 你去了解一下 范冰冰开了个工作室 叫范冰冰工作室 每天接广告 拍通告 拍电影 很辛苦 身价也就几个亿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赵薇小姐 今天不需要拍戏 她有自己的影视公司 她投钱就可以了 她有自己的五星期酒店 有自己的餐饮 有自己的证券公司 有自己的上市公司 她现在身价五十多亿 换句话讲 范冰冰在左边 S向前 而 赵薇在右边 I向前 我们今天 吴京先生拍战狼 那么火 对吧 五十多亿票房 很多人都很羡慕 吴京 不好意思 吴京先生用了十年时间 亲家荡产拍了这一部戏 帅狼 正生是戅狼 唯然五十多亿的票房 到她手上也就十几个亿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当吴京赚到十几个亿的时候 邓超和马云投资这部戏的股权 已经赚了八十个亿 换句话讲 吴京用命 用自己全部身家拍戏 辛苦十几年 赚了十个亿 拍这部戏差点死掉 但是马云和邓超 压根就没有进过记录 用自己的钱投资 用自己的钱冒险 因为他们在爱上线 所以 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如果你今天是个雇员 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创立一个企业家 创立一个企业 那么打工 一定要给自己生起个梦想 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投资家 成为一个企业家 要创立属于自己的企业 让自己从左边进入右边 如果你现在就是一个小老板了 你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一定要让自己从一个S型的企业 变成一个B向型的企业 S型的企业叫小老板 B向型的企业叫企业家 你离企业家的距离很远 同时也很近 就查那么一点点 那一点点是什么 系统 这里面书中讲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系统 B向线是别人的系统 S向线自己就是系统 所以企业不能离开你 B向线用一套系统 让别人给你工作 你不用工作 I向线是投资系统 那如何构建一个系统呢 首先是第一个三个系统 第一 书中讲到三个点 第一个 就是你自己去创办一个系统 第二个 特许加盟 你加盟一个很成熟的系统 第三个 做网络营销 也就是直销 这三个方式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做的各位 反正就一句话 你必须要让你的企业 变成一套系统 只有这样 你的企业离开你 才能够自动化 离开你自动化运营 盈利 这种带来的现金流 才叫做费用投入 你的企业才能成长的资产 所以 当我们看完 傅爸爸财务自由之路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像当年的周老师一样 生起一个梦想 一定要让自己 从左边的E向线 S向线 到B向线 到I向线 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企业家 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企业家 成为一个爱向线的投资家 因为只有你在右边才拥有安全 因为就在右边才拥有自由 你才能够带上你最爱的人环球旅游 所以这就是穷爸爸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 给我们讲的 当你听完周老师的讲解 不是结束了 是一定要把这本书买回家 反复的看一看 你才能够理解透 今天周老师讲的 ESBI现金流四项线 你才能够理解透 周老师今天跟你讲的 损益表 现金流量表 资产负债表 你才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你才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 如何让自己真真正正的 从左边到右边 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知道 如何让自己的头脑 经过训练变成财商 变成资产 让自己的头脑变成资产 那么我们666书友会 跟其他平台最大的区别就是 听完周老师解书 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一定要把这本书买回家 反复的看 周老师看了几十遍 我今天给你们解说 我重新又看了一遍 我重新看了一遍以后 我又有了新的决定 我又有了新的收获 我觉得真的是温故而知心 真的清晰先生太伟大了 你们知道吗 在不同的时间 看这本书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财务自由 那么你一定要看这本书 如果你今天现在还没有钱 你更要看这本书 如果你连梦想都没有 你更要看这本书 如果你今天已经是个小老板了 你更要看这本书 傅爸爸财务自由之路 把这本书买回家 认认真真的听完周老师的这段解书 然后把这本书买回家 好好看一看 然后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我在B向线 我在爱向线 我在财务自由的彼岸 等着你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我是周文强老师 下次666书友会 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在此祝愿 我们666书友会的所有家人 都能够通过周老师的这本 父爸爸财务自由之路 能够跟周老师一样 成为亿万富翁 能够成为企业家 能够成为投资家 能够成为对祖国 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能够成为一个财务自由者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们